琴拿在古代叫什么呢?分筋错骨手,把你的骨头都把它固定住锁住 那么今天就来教小白新手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运用琴拿的发力 如果他现在把我胳膊抓住了,特别用力,我没有办法对抗他的话 怎么样去琴拿他呢?注意看啊,他的力垂直像我 那么我要运用垂直他的力 你不要向这个方向去对抗,而是要靠垂直的方向对抗 怎么垂直啊?我这样去转,对吧?把你的身体扭动起来 然后呢,这样这个力就发过来了 那么只要你这个力转过来之后,稍微用力,对方就会特别疼痛 那么你自然而然就把它琴拿到下面了 那么在街头格斗之中,对方可能抓住啊 不可能这样一动不动啊,一定是我们相互拉扯 那么在拉扯的过程之中,我们更可以借助身体的这个圆转的这个力 有点像太极这个意思啊,圆转过来这个力抗 然后再把它向下一压,对方就会特别疼痛了 抓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啊,抓我这个一粒 不可能抓住不动,对吧?我们一定是相互拉扯 那么我一定是圆转的这个力抗 这样再把它压到下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琴拿到下面了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对于新手来讲 或者对于我们老手是一样的 对方琴拿我的时候,这个力发过来了 我不是要和他对抗,而是他的力向这边过来了 我要把它的这个力交叉的把它化解开 那么这样的话,圆过来,靠身体转的这个劲儿 身体先转,然后再把胳膊这么压下来 自然而然,琴拿的力就用到位了 那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学会了这个发力 那么我一个七十斤的女生就可以把一百六十斤的男生把它琴拿到下面 也一定是有这个身体体格上的这个界定的 一定要力量相差,差不多的情况下才可以琴拿对方 相差太悬熟,这个力你就算发的再对,也不可能把对方给压制到下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力量、速度、时机、技巧 这四样呢,是缺一不可的 只有把这四样都把它掌握的特别熟能生巧了 在街头格斗之中,我们才能够非常好的把它运用出来 我是武术教练小易,喜欢的朋友呢,别忘了点赞和评论 咱们下回再见,拜拜